最近又有人拍到了尤笋和猫头鹰这一对世仇打架的画面 一只尤笋从后方追击一只雕骁 用爪子狠狠抓向了雕骁的脑袋 尤笋的这种攻击方式非常凶狠 曾经有人见过它捕食仓鹿 只用一找就在仓鹿背上抓出一个鸡蛋大小的洞 虽然个头不大 但尤笋是出了名的鸟类天敌 它们平时就以其他鸟为食 甚至敢攻击金雕 突鹫 大狂等体型巨大的猛禽 尤笋为什么总是和猛禽干掌 难道它们真是所有鸟类的天敌吗 尤笋可以说是笋科这个家族里知名度最高的成员之一 以强悍的飞行能力 和自然界中最快的飞行速度而闻名 虽然个子不大 但依然是一种战斗力非常高的猛禽 从体型上来说 尤笋只是一种中型猛禽 成年之后体长41-50厘米 一盏能达到1米左右 这个体型远远不如雕 就等猛禽 就算和雕禽相比 个头也小了差不多一半 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发挥自己的实力 在生物学分类上 除了猫头鹰所属的小型木以外 其他所有猛禽 曾经都被归在了笋形木这个分类里 因为它们还是有着比较统一的特征 比如弯钩一样的绘合爪子 不管个头大小都是猎食者 后来经过DNA检验研究发现 鹰和笋之间的亲缘关系很远 笋形木的成员和雀形木以及鹰武的祖先更为接近 因此在2008年之后 就将原本的鹰科单独成立了一个鹰形木 剩下的所有笋和另外一种卡拉鹰还在笋形木里 鹰形木分出去之后 笋形木整个家族的平均体型就变小了很多 最小的白腿小笋个头还不到20厘米 但它们无论从外观还是实性来看 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猛禽 尤其是战斗力惊人的有损 有损的捕猎方式是猛禽中非常特别的一种 不同于老对头雕销袭击地面上的猎物 有损基本上都是在空中捕食 主要猎物自然就是其他鸟类 不过只要有机会 也会抓点地面上的小型动物或者大型昆虫 有些有损甚至能捕食鹅或者仓鹿这种大型鸟类 在自然界里 只有战斗力足够高的猎食者才会特化自己的食性 也就是只有捕猎成功率足够高 才能做到完全只吃新鲜肉食 不需要腐肉 植物等东西来填饱肚子 个头只有半米长的有损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身为顶级猎食者 有损也有着自己的骄傲 领地意识极强 就是因为这种领地意识和捕猎习惯 才让有损经常和其他猛禽结仇 尤其是擅长夜席的猫头鹰 在欧洲传统的童话故事里 损是所有小鸟最害怕的天敌 甚至只要听到损的叫声 很多小鸟都会被吓得摔到地上 现实中的损科成员 基本上只有有损一种以鸟类为最主要的食物 为了捕食鸟类而进化出的空中捕食这种方式 也让有损成为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 有损的捕猎方式不需要很大的体型和力气 因为战场在半空中 有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高速飞行的优势 爬升到高空盘旋 只要锁定猎物 它们就会高速俯冲向猎物 用爪子猛击猎物的头或者背部 只要成功基本上都是一击毙命 有损的可怕之处也就在于这个高速俯冲 它们平时的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50至100公里 和其他鸟类差别不大 像高空爬升的速度甚至还不如它们常抓的鸽子 就算是普通加速 食速也只到每小时160公里左右 但是鸽子这些小鸟通常不会飞太高 当油损抢占到制高点之后 它们会调整自己的姿势 收拢翅膀 调头向下俯冲 这时它们的俯冲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40至360公里 现在观测到的最高时速甚至达到了398公里每小时 比高铁还要更快 这样的高速带来的冲击力是极强的 油损借着这样的高速 再加上偏重的体重和短粗结实的鸟腿 只需要一找就能让猎物重伤 如果能准确抓住目标的脑袋或者颈椎 一击毙命完全没有悬念 也是因为油损的这种高速飞行绝技 让它们有了和大型猛禽对战的底气 虽然大型猛禽爪子的杀伤力更强 但它们在空中的灵活性远不如油损 在对战的时候 油损不一定能杀死大型猛禽 但要赶跑它们并不困难 作为顶级猎食者的一员 油损的领地意识极强 尤其是在捕育幼鸟的时候 它们是一夫一妻制的猛禽 会把巢穴建在悬崖峭壁或者高大的树木上 有时也会选择树洞 建筑物和其他鸟的巢穴来繁衍后代 把巢穴周围一定范围内都占为领地 当其他猛禽闯进领地 或者太过靠近巢穴的时候 油损就会发出并不好听的嘎嘎声警告对方 如果对方并不离开 油损立刻就会出击 体型越大的鸟类 在飞行时就越需要保持平衡 一旦油损卯足了劲 在它们身上用力一抓 轻易就会让入侵者失去平衡 就算保持住没有摔下半空 油损比其他鸟类的飞行速度都更快 可以接连王猛禽的脑袋攻击 这种攻击方式通常来说都能成功赶走入侵者 不过也总有例外 比如猫头鹰这样的夜行猛禽就会打时间差 仗着自己夜间势力极强和无声飞行的本领 时常会在夜里袭击油损等其他鸟类 因为损形木的体型普遍比消形木更小 所以一部分油损和幼鸟都会死于猫头鹰的夜袭 油损能够用高达300公里以上的食速进行捕猎 这种空中捕食的方式在猛禽里是非常独特的 难度也很高 所以每一只小油损在会飞之后 还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实战教学才能真正独立 这是在自然界中很罕见的育儿方式 通常来说动物的很多行为方式是通过基因遗传的 也就是天性 比如行走 进食 躲避天敌等等 而一些复杂的行为模式无法遗传 只能通过动物父母的教学才能传承下去 比如猫科和犬科的猎食者 幼崽都会经历打闹模拟战斗 围观父母捕猎 尝试捕猎这样的过程 才能学会完全靠自己捕获猎物 也才能彻底独立 而油损也是这样的猎食者 因为他们的飞行速度太快 所以油损父母的教学就更加特殊 小油损学习起来的难度也就更大 油损是晚成鸟 在破壳之后无法独立生存 需要父母轮流喂养35至42天才能离朝 当小油损学会飞行之后 鸟爸鸟妈就开始了最重要的生存教学 油损父母会特意捉一只活的鸽子 或者同等大小的鸟类 带回来当教学用具 他们会在小油损面前放开鸽子 让小油损尝试攻击 通常雌性油损会在一旁协助 假如小油损几次攻击都无法成功 雌性油损就会再次抓住鸽子 或者直接抓伤鸽子让他们降低飞行速度 再次放飞给小油损练习追逐攻击 直到鸽子死去 这样的学习一般需要一两个月 当小油损可以自己捕猎之后 他们就会离开父母去闯荡 成为新一代的空中顶级猎食者 另外 损行目的其他成员 其实也会使用类似的捕猎方式 比如中东土豪们喜欢饲养的猎笋 中国历史上的皇家猎鹰毛笋 长相可爱的红笋等等猛禽 只是飞行速度不如有笋那么快 主要食物里地面上的动物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所以 雏鸟学习起来难度也不会那么大 也因为损行目这种特别的捕猎方式 总是会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所以 自古就被达官贵族追捧 以驯养这样的猛禽为潮流 就算到了现代 迅损这种活动也依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真实训养过有笋的人说 挑选有笋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看性格 只有足够凶悍的有笋才不会耍机灵 不管多大的猎物都敢冲上去挑战 甚至以半米不到的个头直接攻击成年大鹅 可以看出有笋不愧为顶级猎食者 鸟类的天敌 各小但是够凶 不过现在野生有笋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虽然帅气凶悍 但个人非法捕捉或者驯养野生有损都是会牢底坐穿的